大家好,我是明白 这节我们来讲最后一节 如何规避爬虫带来的法律风险 就是爬虫虽然它是一项技术 技术是中类的 但是也要看我们拿爬虫来做什么 我们不能用爬虫做一些就是比较不好的事情 我们下期接下来看一些情况吧 第一个就是我们爬虫的数据 不能用于不正当竞争 比如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爱邦网以前就是告过大众点评 说大众点评爱邦网抓取大众点评的点评内容 然后放到自己的网站上用于竞争 这是属于你竞争关系 你爬虫别人的内容 然后为自己做一些商业用途 然后这就被爱邦网就被大众点评告了 然后当时赔了多少钱来着 好像几十万还是几百万吧 这是当时找了一篇当时的那个文章 大家以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这还有一个例子就是 百度当时也抓取了大众点评的用户信息 用于自家的百度地图及百度制造的产品 大家看这两个例子都是他抓取了别人的数据 用于不正当的竞争 或者用于商业目的 这样的话你肯定市场的流量是有限的 用户是有限的 你用于竞争 你用于一些商业用途 别人肯定就少赚一点 你这样肯定就不可以 别人要 这时候人家要告你 那你不中当竞争这一条就可以告到你 OK 第二条就是有侵犯周座权的风险 就一个例子就是 有人爬取人家付费网站小说的原创小说 然后供别人免费查看 供别人免费查看 然后靠这个网站的广告赚取收入 大家这里人类的原创小说 而且还是付费的 你把它抓下来 让提供个其他人免费看 而且大家看后面还是赚取了广告输入 这也就是相当于 你抓起别人的小说 供别人免费查看 那人家付费网站 流量就少了 就没人去付费网站了 相当于也是有尽重关系 而且后面还赚取了广告输入 相当于是有商业目的了 这种情况下也是会被 有侵犯周座权的风险 再一个就是 和用户隐私有关的信息不能爬 什么是和用户隐私有关的信息呢 比如说你进到一个网站 他说这个需要用户授权 那你就需要 这个就算是 需要用户同意你才能爬的 对 这个就是这样 在于没有被搜索引擎收录的网页 不能爬 大家看淘宝 每个网站他都有这么一个 这三个是允许 百度收录 下面这个是 不允许百度收录 大家看这个 就是谷歌的搜索引擎 前面这些都是允许 他爬 后面这个不允许 大家看百度的这块 是商品的这一面 不允许百度爬 其实你在百度搜索 某iPhone7的话 他是搜索不到 是不会跟你返回 那个淘宝的商品链接的 但是谷歌却可以 最近因为 国内他有一些竞争关系 所以他不允许爬 不允许百度爬 当然的话 当然这个的话 我们一般人也看不懂 而且我们用webscript 也不存 也不存在那种 大数据量的抓取 也不存在什么展示信息 所以说这块我们 能注意一下 还是要注意一下的 还有就是 比如说 我们怎么才能 还能检测一下 他的这个页面 有没有被搜索原因输入呢 比如说小红书这个页面 我们复制它这个链接 直接到百度 粘贴 然后百度一下 他没有找到 这个相关的页面 就说明 这个页面没有被百度输入 所以我们就 不能爬 不能爬的 用来商业用途 最后一点就是 我们要分清楚 你爬通的学习目的和商用目的 学习目的的话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 不会有什么风险 如果你爬取某个公众号的标题 来查一下它的 学习一下它的标题的 写作的一些规律 但你如果爬这些标题用来 做一个网站 去售卖这些资料的话 那就 又说了 商业用途的 一般都会有风险 所以说最主要的 我们就分清楚 这个学习目的 你爬取还是 学习目的 还是商用目的 学习目的的话 就很大概上是没有风险的 但商用目的 如果人家 要根据这一点来 就是起诉你的话 你可能会有风险 OK 这一节基本上就完了 我们的爬通课 也就到此就全部完毕了 剩下的我们就 如果接下来还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就可以在群里 交流 OK